这次的听奥金牌得主郭嘉密 他在几天前却是出了车祸 暂时没有办法靠比赛来赚奖金了 没有工作之下 他只好报考北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员 哭等了三个月 今天终于上工了 从原本的千球现在要改拿扫帚 一开始他还有一点不太习惯 不过很快的就上手 他还乐观的说 他会继续的苦练 放眼四年之后的希腊听障奥运 要再度为国争光 听报道 希望各位同仁多多给他指教 穿着反光衣浩浩荡荡出发 听奥金牌选手郭嘉密 变身清洁队员 对 OK 看你拿着手之后怎样 中手 把手托出来之后 会透 会中感 烈日下从前那双拿铁饼的手 改拿竹扫把 先从简单的扫落叶开始 起初不太习惯 经过前辈指点 聪明的郭嘉密立刻上手 其实为了这一天 郭嘉密已经苦等了三个月 当初考上环保局 却苦等不到缺额 经过90天的七上八下 终于获得这份月薪三万二 一天八小时的工作 只不过未来还有时间练习吗 有了新工作展开新生活 郭嘉密开心地说 要把薪水存起来买房子 这段期间就当作车祸敬仰棋 放眼四年后的希腊听奥 也期待自己能够继续为国争光 明镜与周困宇 卓星山 台北报导